清代典籍《文房思考》中 记录了文人唐全衡的一时见闻 有人闲谈中 说起其地正值青年 却体弱多汗 怕风未冷 三年一致无效 后 每日取东崇下草 与荤书顿时 竟见智全域 叹其神奇 知此物 由补须损 饱废弃 只谈锁之功 此思后人 用之巨走效 冬虫下草 自愿匮乏 昂贵 不易得 而新会永虫草 功效相近 是冬虫下草 较佳的代替品 先将永虫草 冷水浸泡十分钟 有助于发挥其药性 土鸡冲洗干净 冷水入锅 放入永虫草 红枣 陈皮 枸杞 再加入葱段 姜片 倒料酒少许 转小火 转小火 慢炖两个小时 中途或可以热水添汤 永虫草 由补肺益肾 直写化坛之功 经过蚊火慢熬 水环绕流动 鱼无牲畜 一润万物 将营养化在汤内 鲜味扑鼻 起锅前 加盐调味 这道自补养生的永虫草包机 集成 人末不饮食也 显能知味也 能从寻常食材中挖掘出 以你风情 是品味人间珍味的 另一境界 如同这道虫草炖鸡 美味之余 还可养肝补肾 润体美容 用虫草 属中性偏温 补而不造 适宜日常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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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